大家都会认为买CUV的话 可能在这个 里面的乘坐空间啦 甚至于它会不会很拥挤啦 是不是一台小车啊 我们就实际测量给大家看看 好 我们就先来测试 Luxian的U5 然后爱大非常幸运 它抽中的呢 就是驾驶座的部分 本身身高183公分 坐在前面 后面的人西部空间 是不是呢 就非常的悲剧呢 因为坐在正后方的是德哥 其实我179 但是我说着 它西部空间OK 它不OK的是车宽 因为我现在是斜着坐 其实我看这车坐两个人 刚好后面坐三个 你就想要对中的那个筋 就是你看它一坐过来 如果你又过弯 它换车道快一点 我头也会去撞到这里 因为受到造型 然后我的椅背 基本上是靠在它那个 等于是要包覆侧包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人是我的 而且你整个人就靠在车门上面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德哥 因为我们观众朋友 特别喜欢看 三个人挤在后面的画面 通常这一段的收视率都会很好 也不知道是中间太胖 还是右边的太胖 一定是中间比较瘦 就觉得很不舒服 整个坐在旁边就很不舒服 除了旁边又咬德哥 觉得不太舒服之外 我们问一下中间的蓝宫尼克 你现在坐在中间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我右边坐正结 所以我感觉他很急 你现在在说我们正结原外 他是太胖了吗 这个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U的话就是脚的部分的话 它有一个隆起的部分 有一个隆起的地方 所以说我的脚是没有地方放的 要不然我要放脚的话 我要跟德哥跟正结借个位置 可是他坐中间他有一个优势 他有出风口 所以你的脚会比较强 所以女生不能坐中间 因为会太冷了 开始到了 那正结作在另外一边了 我观察到的就是 头部空间是没问题的原因 一部分是因为它有挖高 它的天花板其实是有挖高的 然后它腿部来讲 以它轴距来讲 算是表现不错 那一样缺点就是在于 肩宽 就是侧宽的部分 这种等级的CV 确实车宽较窄 所以导致后座坐三个人的话 肩膀尤其是男生肩膀比较宽 就会互相顶高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 你们觉得都还好 对不对 其实头跟脚都不错 就是肩膀 就是肩膀的部分 所以在架子座的艾大呢 我很舒适啊 我这个开到台中高雄 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椅子也很舒服 椅子还不错 因为它这个椅子 有一个叫做 Lustring Care的一个 包覆的一个设计 其实真的坐起来还蛮不错的 好 看完了纳智杰的U5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看 大家非常熟悉的HRV 到底表现如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Honda的HRV 它虽然卖得很好 可是如果是三个大男人 挤在后面的话 是不是会感觉舒服呢 从他们三个人的脸 就看得出来啦 非常严肃的德哥 嗨 德哥你还在吗 对 其实你知道 这台车跟U5比起来 你知道它比较宽 所以你发现我肩部 我可以坐比较正 那头部好一点点 但它西部相对就比U5差一点点 可是你问我坐得舒不舒服 一样没有很舒服 为什么 因为它的椅背比较短 它的头枕缩下去 都在对外 咬得很胖的 所以点点 所以点点 如果说万一坐在中间的 蓝尼克怎么办呢 我这个位置 其实空间都还不错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后座的座椅 有六四分离的功能 然后另外它的椅垫 椅垫不是椅背 椅垫还可以往向上收折的功能 所以说我坐在中间的位置 感觉上屁股有点开花 因为刚好在那个角度 刚刚好在那个比较高级的地方 所以点点 然后中间又差一点开花 那最旁边的郑姐呢 我这边位置跟德哥差不多啦 所以说西部空间少一点点 但是肩宽比较好一点 头部也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视野的开花感是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 HRV它的坐垫泡棉 比较硬一些 所以对 刚坐的时候 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 但是好处是 它支撑性会更好 所以你坐久以后 其实硬的泡棉有的时候 反而让你坐久 比较不会腰酸被痛 不过呢 坐在我们前面的驾驶座的部分呢 相信爱戴应该就还是很舒服啦 我是觉得就像郑姐所说的 这个HRV的座椅 硬度稍微比较偏一点 但是它对于这个驾驶人的 一个支撑性来说 表现得更为好一点点 再来就是说 它虽然是一部这个 像这个CUV 虽然是所谓底盘比较 大家一定很期待 Nissan Kicks呢 在后座空间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德哥我站在这里我看不到你耶 没关系我把头伸出来跟你讲 其实这一台车我坐上去 我会发现膝部空间 其实已经跟我膝盖一败 那肩部呢 其实它有点像U5 对 但只是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它的椅子 其实不管是椅垫或是椅背 它的面积是最大 所以我乘坐的时候 那个感觉它是最舒服 但空间表现其实没有很出色 可是你看哦 我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窗户的地方 对 因为它这边被挡住了 对 因为它有一个小三角窗 所以它窗户可以完全收进去 好 所以这算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这算设计啊 没有什么特别好坏 没有什么优缺点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间兰尼克呢 我觉得 你好像有比较往前坐一点点 因为太挤了是不是 因为我后面靠不下去了 已经卡住了 那三个大男人肩靠肩这个 感觉很奇妙 不是很舒息 对 第一次吗 人生的第一次 当然啦 但是乘坐的感觉啦 就是下半身是OK的 上半身就是因为宽度的关系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靠到椅背 所以它其实上半身跟下半身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那郑杰呢 你看我这个样子好像很舒服 我的手就这样垂在外面 像屁孩一样 其实是因为我不这样做的话 我只要这样放进来 达尼克就完蛋了 对 所以它尖管真的很窄 没错 然后它的腿部确实也是小了一点 然后头部也低了一些些 对 整个车子会比较稍微 比较压迫感重一些 嗯 不过它好处是 刚刚大哥的有讲 它的椅子 它除了面积大以外 它的填料啦什么都比较舒服 嗯 对 那如果 坐起来的话是舒服的啦 乘坐感是舒服的 那如果以这三台车来 让你们选的话 我们先请德哥来各自表述一下 你这三台车 你自己本身如果坐在后座 对 以这个乘坐的空间来说 你就哪个表现最好 如果纯旧空间 那当然是这个HRV嘛 嗯 但如果以坐 座椅的这个乘坐的舒适性 我觉得Kicks还不错 嗯 那乃尼克呢 如果啊你选 如果说以条件来这样选的话 应该也是跟德哥一样 空间还是HRV比较OK 那舒适性是Kicks会比较舒服 而且这个差异性还蛮明显的 嗯 那郑杰是不是也一样的意见呢 是我想法一样 就是如果你后座固定 常常会坐到三个人的话 那不用想了 就是HRV 那如果后座平常只会两个人 甚至更少人的话 那其实可以考虑 Kicks蛮舒服的 对 因为其实呢 本田本来就是以机械空间级小化 然后车室空间级大化的一个设计里面 所以它在车室的表现 绝对是会非常好的 但是呢 坐在驾驶座的人 可能感受就不一样咯 艾达 如果说以驾驶界面上来看的话 我会选择HRV 因为HRV它的这个整个驾驶界面 操控性的各部分 对于驾驶人 我觉得是比较友善 但是以内装营造出来的质感来说 那真的是Kicks 基本上是完胜的一个这个状态 我们先不管 姑且它的这个用料的材质 以营造出来的质感来说 它确实是带给我很新鲜的一个感受 我相信对于年轻族群 或者是女性朋友 甚至是这个长辈来说 它也不会觉得太突兀 我觉得这个设计 是很成功的一个这个内装设计 但是呢 做到前座来说的话 我的确是感受到Kicks的这个宽度 稍微是比较窄一点点 加上一个驾驶视野 尤其是A柱的一个这个角度 是HRV来的会比较好一些些 如果硬要我选的话 我会买HRV 但是会觉得它实在是太阳春 所以其实不论买什么样的车款 真的都建议大家直接到展间去 好好的试做看看 好好的试驾看看 以我们为大家评比的这三款CUV来说 其实有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 如果说我选到像这样子 台湾制造的这三款车 它们的顶规其实呢 就等于说我可以加一点点价钱 就可以直接入门到这个进口的CHR 甚至于是CX3嘛对不对 对 其实你知道买这种进口车 它虽然价格差距不大 可是人很奇怪 它会有一种优越感 我的车进口 对 那像CX3呢 其实像我以前的同事编导 他就很喜欢CX3 他觉得这台车那个很对位 就是很适合文青的那个feel 但我个人来讲 我其实蛮喜欢CHR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像缩小版的 Lambo的Uras 它比较跑旅 比较脏 而且它操控真的不错 那相较于这个CX3呢 它其实整体的操控表现不错 可是如果你要轻越野 然后你又常常在恶劣气候下行驶 它的CHR优势就出来 它可以选择4WD版本 它4WD版本除了TNGA 后双A倍 你会觉得它那个贴地性真的很好 你跑下坡的时候 你真的前面有跑车 我觉得你也不会差距太远 你就油门一败一直滴就对了 你会觉得它转向怎么那么准 而且它的四轮驱动系统是 它在一般状态下 它可以维持前轮100 然后在极限状态下 可以维持前轮50 后轮50 就是它又增加前后轮的循积性 那当然1.2Turbo 大家感觉Turbo应该很厉害 但坦白讲 如果是性能加速性的话 CX3的2.0的汽油 会稍微快一点点 那不过当然CHR它又1.2 又省油省税率优势 可是它的涡轮说真的不快 它是为了否它的经济性 但整体来讲 我觉得CHR 尤其它还有很多改装套件 尤其日本都有出专输嘛 Thoms的那种 你看起来就觉得这台车 感觉更像跑铃 如果说是这样类型的车辆 又要选择进口的 德哥你刚刚讲到四轮传动 我觉得那个Mitsubishi Eclipse Cross 跟CHR比起来的话 我会更喜欢那个Mitsubishi的 这个Eclipse Cross 因为它的这个 不是这么的前卫啦 没有像CHR这么的 它比较脏肪 对对对对 我觉得而且空间感又更好 还是需要一点 成熟稳重一点那样的感觉 当然最重要的是它的空间感 比CHR我觉得真的是大了 非常的多 那Mazda C3真的是 我觉得啦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产品世代的问题 我觉得它真的是 parallel性感觉 去遇见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看阳光 我们看一看 这里 我们上次的 点击